缺点虎色黄静霞 这是看起来很痛苦 穿着专业的自行车装备 大家开心的合影留下纪念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由粉红小钢炮黄婷英领期 自行车车友一同从文新森林公园出发 开始享受自行车运动 我们台湾取得了跟法国ASO总部 在台湾办单战赛的资格跟权利 那么它现在放给全世界的有14个国家 台湾是其中的一个国家 那这一次呢特别先让他们暖身 在我们这个大渡山上漂亮的绵延几十公里 让所有的车友先体验台中宜人的风情 热情的服务还有漂亮的风景 希望运动赛事让这个城市更有热情 大家更有活力 加油加油加油 9月17号台中将首次举办环发单战台湾业余赛 为让车友抢先暖身 这天在台中庆幸温泉饭店 举办环发单战记者会 即中区车友会 200多位车友从文新森林公园出发 途中行经大渡火车站 台中中央福轮社以及清新温泉饭店 提供物资补给 最后抵达清新温泉饭店 长达20多公里的路程 行经大渡的蓝色公路 不仅风景优美 沿途的山坡道也让车友直呼 相当有挑战性 起不上来了 很漂亮耶 下次可以再来一次 一路风景都非常美 台中这边的视野非常的辽阔 真的是一边骑一边欣赏 都差点忘记要继续骑了 第一次骑到这里啦 然后骑着不要不要的 可是很感动啊 因为我觉得服务人员都很好 然后补肌也都很好 爬坡精当然就是你的呼吸 呼吸一定要调整好 还有你的能量要多要补充 在爬坡前段的时候 在还没准备开始爬坡的时候 就应该要有补充能量的动作出现 然后还有水一定要补充 我们一大早就在大度火车站 准备了香蕉 crunch bar还有运动饮料 水 为大家准备着等候着你们 真的看到你们这样 和尤夹会的骑从文心森林公园骑过来 真的大家看到非常的感动 我们这些阿姨骑不动 不过我们很热情的为你们加油 支持台中举办这样世界级的赛事 清新汙泉饭店也热情接待车友 欢迎车友一同来挑战这次的比赛 主办导会表示 这次的路线行经大三元 其中的坡道路程对车友来说不容易 黄庭英也借此分享相关的参赛经验 希望借由这次的赛事 让大家透过自行车运动认识台中 行销台中的美丽景点 接下来 乔峰 陈章 台中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赛事件 请不吝点赛事件